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的舞大剧都是自己打 生化演出来的效果不好 比较知名的就是余浩宁拍戏发生意外 导致毁动 星图自此暗淡 还有就是我们文中的主角的年结 因为演戏受伤 领取了国家的三级残疾症 观众们可以想象他们为了演出付出了何等的代价 其实作为一个演员 不但在电影中正气凌人 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个疼爱家人不好男人 在当年特大自然灾害 印尼海啸中 李连杰一家首当其冲受到了伤害 在海啸中李连杰不顾自身安危 勇敢地先救出女儿 而导致脚步受伤 如此深沉的父爱 让人不得不动容 死里逃生后的李连杰从此一心向善 做了很多好事 比如联合阿里巴巴 创办了一基金慈善基金 可以说是非常富有爱心的 虽然最近流传了关于李连杰的照片 都在反映李连杰变得很老 但我们不能不否认这几年 李连杰将精力全部放在慈善上 若是将这些时间拿去拍电影 所产生的利益是非常巨大的 其实由于常年拍戏 身体都出现了很多问题 更患有疾病 而且这种病非得不用激素类药品 既容易导致心脏有问题 李连杰曾经叹联 自己并不是电影演艺的英雄 也会有不如意的事情 也会生病 让他一点都不怕把自己的生活让观众知晓 也希望观众不要为他难受 对于一个放弃自己的演艺事业 投身在慈善中的伟大影视天皇巨型 放弃繁华